歡迎回來 1999年7月20號 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發起對法輪功滅絕性迫害的日子 至今已持續20年 7月13號 臺灣法輪大法學會 在金門舉辦反迫害集會遊行 來看報導 金門街頭上演活摘器官行動劇 揭露中共滅絕人性的殘酷行為 曾在金門醫院擔任感染室主任的 鄭雲渝醫師也回到金門 擔任反活摘器官行動劇醫師的角色 迫害其中最殘忍 最沒有人道的是屬於活摘器官 這部分在最近的調查中 發現仍然持續在進行 上個月的6月17號 英國有一個獨立人民法庭 剛下了一個判決 那這個判決就是剛才講的 活摘器官持續中 那情況非常嚴重 那受害者主要是法輪功學員 以及新疆維吾爾 助理手上拿的藍色保溫箱中 標示著各種器官販賣的價格 從200萬到500萬不等 黑市交易的不法手段 讓民眾都看不下去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個惡行 告知全世界 讓全世界的力量去 制止他做這種行為 法輪功反迫害遊行隊伍 從總兵署旁出發 要接遊行一個半小時 頂著強風打出聲援中國民眾 法辦江澤民 天理不容 人神共憤等橫幅 吸引遊客關注 我們有看到過 就是看一下這樣子 對 每個人都有自由 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 執行長翁明志也到場聲援 並在刑事舉報書上簽名 詳映法辦江澤民的訴求 現在這個江澤民已經下臺了嘛 那國家主席已經換習近平了 我覺得習主席啦 應該要重新的來調查 這件事情的真相 不想他們應該要追究者呢 活動現場也特別遇洋視訊 連線到美國給漁民先生 這位來自中國大陸 遼寧瀋陽的成功企業家 自從1999年 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後 他被關押在監獄 勞教所近十二年 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年初逃至美國重獲自由 追查國際主席汪志遠醫師也在連線中呈痛表示 中共活在器官還在繼續 點一支燭光 患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活動最後在寧靜祥和的音樂中畫下句點 新唐亞太電視楊中奇林威宇胡靖尼 台灣金門採訪報導